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领命日凉 今天呢 让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九章 第九节 我们来彼此的分享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有一部诗集出版 作者是一位十五岁的 国中二年级脑性麻痹的学生 平面的媒体呢 就访问了这位年轻人 出书的他的心路历程 他呢竟是用膝盖来写书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因缺氧 这个人是怎么样子 脑性麻痹呢 就是在他出生的时候 脑部缺氧 导致他的脑性麻痹就产生了啊 他就不愿意让生命就这么样子 就积极的白白的度过 在母亲他的鼓励之下 他就热爱写作 然后他就决定要写写那些东西出来 但是他全身的肌肉张力不稳定 所以只有膝盖比较稳定 整个身体只有膝盖比较稳定 于是他家人呢 就要求那个副健师 为他量身钉做了一套 可以用膝盖控制的那种 写字科技的那种辅助工具 那么他就这么样子 借着这个辅助工具的帮助呢 就用膝盖一个字一个字的 敲出了一本书 写出了一本书来 你知道这则平面媒体的报道 确实让人看了以后 非常的感动 我们呢很少觉得自己的人生 有什么样子的优势 但相对于那些身体有残疾 行事吃力的人们呢 我们这些好手好脚的 对不对 事之健全的正常的人呢 相较之下都算是 我的称呼 我的比喻叫做兔子 而相对于那些某些人呢 他的动作有些持环啊 那么我就在这个地方暂时的说是 他们就像乌龟一样 但是一般正常的人的表现 效能似乎反而是远远不及于 那些人 想一想哦 您我过去的这个日子 以及我们的表现是怎么样子 如果一个年仅15岁的脑性 麻痹的这个孩子 都可以用膝盖写一本书的话 我们是否太过 太过于安逸了一点 是否花太少的这个气力去营造 或者是激发自己的这种天赋的潜能呢 每个四肢健全的人都是所谓的兔子 当某些形式吃力的残疾之人 对生命这种价值 献出积极经营热情活力的时候呢 我们是否懂得用乌龟的精神做兔子呢 各位朋友们 身体健全不是理所当然的 而是一种神的恩典 一种福分 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与福气 当我们领受了以后 我们又该如何回应上帝的 这一份看似平淡平凡的恩典呢 我们要用乌龟的精神做兔子 现在就是说 在每一个健康的人 应该有的一个生活的态度 所以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 我的恩典是够利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复比我 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良 愿神赐你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